大巨蛋危险,北市府,遇灾一小时,人潮轻不空 北市府昨天公布大巨蛋安全体检报告 认为现行大巨蛋不能使用,其中有五大问题 包括建筑物从原本9.58万坪扩充到14.9万坪 建筑体扩大导致灾害风险剧增 商场与巨蛋共购会有安全危机 户外空间没办法容纳所有逃生民众 而且原本设计,14多万人疏散到外面时 消防车难以靠近救灾 他们在过程中还耍了我们一道 给我们12万人士 所以我们应该是14万人士 这么样的巨大的容器的量 这么少的开放空间 这么庞大的地下城 这个导致本案是非常的危险 根据体检小组模拟 已经跑了一个小时 原本五万五的观众 在巨蛋里面非常多的人 难没有办法跑出来 安检结果提出两种替代方案 一是拿掉与大巨蛋共购的商场 旅馆等建物一到二层全面挑空 大巨蛋地下停车场应该封掉不得使用 方案二是直接拿掉大巨蛋 留下来的各栋建筑物应以公共使用为主 体检小组前天晚上也向台北市长柯文哲简报 跟现在版本比较 体检小组提出的版本 除了建壁率降低外 建筑物可容纳的人数 也从14多万人减少到约7至8万人 对市府提出的两个方案 远雄表示都不会接受 未来会依法令或契约来主张应有权益 远雄接下来会怎么做 是否会向北市府求偿 双方恐怕还会有一番角力 动新闻报道